日本發生地震 日本發生地震 以前剛開始我們覺得 因為剛開始新聞報導說 死傷的人數可能會破千 但不會好像大概是幾百人的樣子 所以我們還是抱著一種 日本是非常先進非常發達的國家 既然遭出這麼大的地震海嘯 它還是沒有造成很大的人民損失 這是我們當時的想法 因為我的家鄉 去年就是一年前不到四月份發生地震 死了五六千人 當地人說可能有上萬人 中共對外統計說將近四千人 死亡很多 我自己家人也有人很多人死亡 所以說我們非常深深地感受到那種地震以後 對人的這樣一種衝擊 那麼當時我們認為可能死亡的人不多 會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 但是後來我們知道 有很多人失蹤和死亡的這些情況說 我們感到非常的感同身受的這樣一種悲傷 所以我們在三月十四日 在中正紀念堂有西藏人 和我支持我們西藏人團體 我們共同地舉辦了一個法會 當時我們請了三十多個喇嘛 大家一起送金 因為我們能做的只有這些 是給他們安慰 當然我們從電視上也可以看到 日本人民 他的這樣一種鎮定 以及一種非常 就是非常堅韧的 對待這些所有的這些困難的 這樣一種很感人的這樣一個場面 還有他看到他們的秩序 以及他們的民主 或者公民的這樣一個素養 我們真是非常的敬佩 當然我們也知道 很多時候西藏人也表現了這樣一點 因為他們是從信仰的角度 他們從業力的角度去看待這些的時候 這些痛苦就可能會比較有點減少 那麼我們希望日本的朋友和那些 因為我們是自己是過來人 我們非常深深地知道 這中間的傷痛 以及後面的恢復的困難 但是你必須要面對的時候 我相信日本從 是唯一的一個遭到核子 核子供給的國家 而現在又有這樣一個 核子的這樣一個 怎麼說呢 我們當然是 可能是那些公司 他不知道是不是按照 真正的按照 制度或者是規定去操作的 總之可能會給日本帶來 很大的一些損失和這些 但是這些損失雖然會造成 但是日本已經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 政進他的精神 他的不去不老的這樣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我相信一定可以幫助日本人民 度過任何的難關 就像他們也度過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核子攻擊以後 所有的困難以及經濟困難 再次對崛起一樣 我相信日本肯定一定能夠 因為他有這樣一個剛強的 堅強的這樣一個人民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 共同地去克服這一切 度過這一切 我們就像我們在那天 祈福會上所說的 我們這一天我們是西藏人 我們這一天我們是日本人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台灣人 大家都來參加 所以不論種族 不論民族 不論文化 不論什麼宗教 所有的世界 世界是很小的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都是一個共同的 一個家庭裡面的居民 任何的苦難和任何的災難 都是大家共同的 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可以不知道 這麼能不能說 我們應該是在他們的後面 而且台灣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徵災 這樣的演唱會等等 就是說所有的社會 都表現了高度的這樣一個 關注 所以日本並不顧慮 日本的人民也很堅強 所有的災難 我們一定能夠共同的去克服